国民党委员是走火入魔了 但是这件事情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当然林一涵事件 当然不可期待 当然只有柯志恩委员 因为他是教育出身 那整个的这个结构系统呢 我觉得这个是 陈兴的一个邪恶集团 他们一开始的操作 居然把它操作成为一个蓝跟绿 他把它操作成为一个统跟毒 他用一个统派的 用一个深蓝的系统 来保护他们 那他这个统派的深蓝系统后面 是不是真的有利益 我觉得这个连政署说要查嘛 是 昨天 那刚才周律师也说了 他太太是日创社的总经理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结构 绝对是不只是一个 补习班的乌脏的一个男老师 他所做的一连串的右肩事件 而是这后面的结构 还跟政客 政治 政商结构 中间的利益交换是有关的 这个就是说 那我们如果罢手的话 没错 就等于把一个邪恶集团给放掉了 我意思是